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刚进入SNH4Tay之后 可能因为个人的一些特色的缘故 然后被定为男前属性 所以为了这个头衔 我努力地去做好一个男前应该要做的一些事情 例如可以办得比较帅气一点 像一个男孩子一样 然后当然呢 我也因此会得到很多的称赞 例如 啊 钱少你好帅啊 你这裤啊 这如此类的 但这都不是我的真心情吧 因为再怎么说 是在一个女子偶像团体里面 而不是在一个男子偶像团体里面 所以强硬地去扮演一个帅哥这样的一个形象 其实也是比较吃亏的 然后但是没有办法 全新会打下了这样的基础 所以导致人气可能也不高 然后可是就这时候家里人就会为我着急 妈妈会为我着急 然后自己要演出 然后看到别的成员有很多的应援粉丝啊 可是自己没有 妈妈也会很难过 就会给我特意地去做一些应援的纸牌 然后可是她不知道到底给谁好 所以她就站在那个演唱会的门口 拿着那个纸牌就一直问 有没有人喜欢前辈的 有没有 虽然对于妈妈做这样的事情 是说不出什么样的感觉 更多的可能 真的是太感动了 就是自己在追求这条路上 她可能输出的要比我还要多 对于自己感觉进步最大的可能就是MC吧 因为西梦剧院不断是提升我们舞蹈啊 唱歌各方面的能力 连说话的能力也会有所提高 起初可能我连一段自我介绍 都可能会介绍得不够好 然后都不能够说清楚 可是因为一直在那个舞台上 一直要跟大家说话 然后要告诉大家我自己的想法 所以在这样的锻炼下面 可能会越来越好 然后能够知道 大家想听我说什么 我说什么东西 大家可能才会觉得高兴 可以跟我有互动 第一次速报的成绩是第16名 所以过多或少会有对中报有一点的期待 希望能够有一点进步 如果能够保持在第16位 其实对我而言也是挺高兴的一件事情了 在总选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的休假 然后在此期间呢 也来过剧场几次 其中有一次就来看一下 成员们在台上是怎样的一种感觉 然后也是想通过看这个演出 然后问自己心里到底对这个舞台 对这条路还有没有走下去的勇气和信心 但是当我真的做在观众席看上舞台的时候 成员们在上面特别努力的去跳啊去唱啊 那个时候就会想到过去的种种 我也在这个舞台上经历了很多 然后和大家一起走过了很多的路 可能以前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以前在台上然后看下面的观众 心里想着只要跳好跳得不错 没有什么问题不会出错 就觉得挺挺好的人 可是好像坐在下 坐在观众席看台上的时候 就不一定是这样的感觉了 就能感觉到在台上的人 能够像四周所摄发出来的那种正能量 那种愉快的心情 当然因为总选之后心情很差 但是就这样在这个环境下 看这个样的演出我觉得自己也不会特别的难过 我也就觉得挺开心的 所以我觉得这还是能够传播很多正能量的一种途径 然后自己还是挺想再次站上这个舞台的 在休息之后也考虑了很多 可能就想从自己的外形方面做一点改变 是不是能够更加得到大家的喜欢呢 所以就考虑去接一个长发 因为自己的其实私底下的性格还是比较偏女孩子的 然后在没有进入S&H之前呢 也一直都是长发直腰的这种女生 我心底呢还是可能会喜欢自己长发的样子 然后现在呢我想 既然前上这个路线并不是那么的适合我 那么的成功 那我应该转换成展现去展现更多的自己吧 拿最真实的一面 我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我就展现给大家 我就是喜欢现在长头发这样的我 所以我就留长头发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来认可我 认可我这个改变 接下来呢 可能更希望往自己擅长的一方面来发展的更多 比如成为一个综艺大咖 当然了 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梦想 就是比如成为奥斯卡影后这样的 希望以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发展 然后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快乐和正能量 能让更多的人记住我 哈喽大家好 我是水里扫的钞票 天上飞的钞票 更是人人都爱的钞票 我就是钱贝婷